高雄的异乡购物中心是购物者的梦想之地 这个集零售、餐饮和娱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体吸引了大量的顾客 无论是时尚精品店、国际美食广场 还是最新的娱乐设施 这里应有尽有 然而,这个零售天堂隐藏着一个令人沮丧的秘密 一个容易出现严重交通堵塞的停车场 对购物者来说,原本应该是一次快速地给购物之旅 却常常变成了一场长时间的喇叭声和神经紧张的折磨 2024年9月23号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 使这个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导致购物者被困数小时 那天,数百辆车在停车场内动弹不得 司机们无奈地按着喇叭,场面一度失控 9月23号的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Tus Starkly提醒人们 该购物中心一直在努力应对自身的人气问题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愤怒的购物者的抱怨 他们购物后的好心情被停车场的疲劳所取代 交通赌塞的图片和视频迅速传播开来 使该购物中心的停车困境成为了一场公众spectacle 每个人都在想,怎么会这样呢? 购物中心的管理层表示 他们正在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包括增加停车位和优化交通流量 然而,短期内 购物者们可能还需要面对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一厢购物中心虽然是购物者的天堂 却也是司机们的噩梦 这不是一厢购物中心的停车场第一次变成一片汽车的海洋 2024年6月 类似的情况也曾发生过 导致购物者滞留并感到沮丧 当时,购物中心管理层承诺将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然而,最近9月份发生的事件证明 这些承诺都是空洞的 该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似乎陷入了无休止的交通堵塞循环 这些停车恶梦的反复出现 已经损害了公众对该购物中心管理层的信任 曾经渴望消费的购物者现在变得小心翼翼 他们还会被困在车里吗 他们的购物之旅会被停车混乱破坏吗 这些问题挥之不去 给这家原本经营成功的购物中心蒙上了一层阴影 购物中心的管理层似乎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尽管他们声称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改善停车状况 购物者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抱怨 分享他们的糟糕经历 甚至有些人表示再也不会来这里购物了 停车场的拥堵不仅影响了购物者的心情 也对购物中心的商家造成了负面影响 商家们抱怨客流量减少 销售额下降 甚至有些商家考虑搬离这个曾经繁荣的购物中心 停车问题已经成为异乡购物中心 期待解决的重大挑战 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 异乡购物中心的管理层 Scramble解释9月23号事件的原因 他们将暴雨列为一个主要因素 认为暴雨迫使比平时更多的购物者选择开车 他们认为车辆的涌入超出了他们的停车能力 导致了交通堵塞 他们还指出他们努力控制局势 部署了更多工作人员来指挥交通 然而这些解释在许多人听来都是空洞的 在6月份的事件发生后 该购物中心的管理层承诺改善交通流量 批评人士认为 事后才增派人手只是一种被动措施 而不是解决方案 他们指出 该购物中心缺乏前瞻性规划 未能预测到交通量的可预测峰值 尤其是在购物旺季或恶劣天气期间 购物中心的管理层虽然声称已经采取了措施 但这些措施显然不足以应对实际情况 许多顾客表示 他们在停车场花费了过多的时间 甚至错过了重要的约会和活动 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购物体验 还对购物中心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 未来 购物中心需要采取更为积极和有效的措施 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重新赢得顾客的信任和满意度 市议会已经对6月份发生的停车混乱事件感到不满 他们对此表示不满 他们指责一项购物中心管理层未能履行其承诺 及实施有效的交通管理措施 此前 市议会已指示该购物中心采取具体措施 防止停车场拥堵 包括部署合格的交通管制人员 市议会还强调 该购物中心未能利用附近的签约停车场 这些停车场原本是为了缓解主要停车区的压力 但在9月23号的事件中却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 市议会传递的信息很明确 异乡购物中心不仅违背了自己的承诺 而且还未能利用现有资源 有效的管理交通 第五部分 设计缺陷 单一出入口的瓶颈 除了管理上的失误外 市议会还指出了异乡购物中心停车场在设计上的根本缺陷 其中最明显的是单一出入口 市议会认为 这个瓶颈造成了一种inherent的vulnerability 即使在正常情况下 停车场也容易发生拥堵 单一出入口实际上将整个停车场变成了一个庞大而笨拙的堆裂 任何延误 无论是行驶缓慢的汽车 出口处的付款问题 还是汽车的突然涌入 都会产生连锁反应 迅速导致交通陷入停顿 市议会敦促该购物中心将解决这一设计缺陷作为一项优先事项 以缓解未来的交通拥堵 第六部分 下雨天 交通堵塞 天气的影响 9月23日的停车危机无疑与暴雨有关 由于高雄下起了倾盆大雨 许多原本可能不行 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购物者选择了他们认为舒适的汽车 车辆交通的激增是本已紧张的停车场不堪忠负 然而 将停车混乱完全归咎于天气过于简单化 暴雨 尤其是在购物旺季 在高雄是可预测的 购物中心管理层应该预料到这一点 并实施应急计划 他们没有这样做 这凸显出他们缺乏准备 对交通管理采取被动的方式 第七部分 驾驭停车迷宫替代方案 解决异乡购物中心的停车问题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 购物中心管理层必须与市议会合作 实施短期和长期解决方案 在短期内 最大限度地利用签约停车场至关重要 这将需要清晰地标识 引导司机前往这些替代停车场 以及接送购物者往返购物中心的搬车服务 从长远来看 解决单一出入口的设计缺陷至关重要 增设出入口需要大量的建设 但将有助于改善交通流量 该购物中心还应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 例如实施实施停车位系统 让司机在进入停车场之前可以查看是否有空位 第八部分 共同的责任 购物中心管理层和购物者 虽然解决一项购物中心停车问题的责任主要在于购物中心的管理层 但购物者也负有责任 选择公共交通 骑自行车或步行等替代交通方式 可以限制减少在购物中心汇聚的车辆数量 拼车是另一种减少交通拥堵的有效方式 购物者还可以调整他们的购物习惯 避开高峰时段 尤其是在周末和节假日 通过选择在非高峰时段购物 购物者可以为更顺畅的交通做出贡献 使每个人的购物体验更加愉快 第九部分 展望未来 迈向更顺畅的购物体验 异乡购物中心的停车问题是其自身成功的体现 该购物中心的人气证明了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但也暴露了其基础设施和管理方面的严重缺陷 解决这些缺陷不仅是为了缓解交通拥堵 也是为了维护购物中心的声誉 确保为所有人提供积极的购物体验 最近的停车危机应该为购物中心管理层和市议会敲响警钟 必须采取协作的方式 包括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对前瞻性规划的承诺 通过共同努力 他们可以将异乡购物中心从一个充满停车恶梦的购物天堂 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零售业标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